大家好,这里是9号档案馆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除了没人居住的南极州之外 基本上各个大州都没能幸免 因此,这场战争带给人类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数千万无辜百姓流离失所 全球伤亡总人数高达九千多万 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直到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后 这场惨烈的战争才彻底落下帷幕 二战结束后,大多数人认为输得最惨的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核武器轰炸过的国家 两座繁华的大城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在这次行动中,几十万日本平民也因此丢掉了性命 除此之外,日本在战争结束后 有60万战俘被苏联送去西伯利亚当苦力 这些战俘在当地受尽了折磨 很多人连第一个冬天都没能扛过去 而当他们重回日本时,已经有一大半的俘虏变成了骨灰盒 不过事实上,德国的情况比日本更惨 在二战前期,德国利用闪电战术攻陷波兰后 又先后对丹麦和挪威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德国军队绕过马奇诺防线 在另一个方向对法国发动了进攻 不久之后,德国又单方面撕毁了跟苏联的协议 对苏联发起了突然袭击 但是,面对几个国家的强大兵力 德国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优势 最终只能陷入漫长的持久战中 为了扭转战局,德国开始在本土疯狂征兵 到最后,甚至连十几岁的童子军 也不得不上战场跟敌人拼命 正因如此,德国的人口在战争期间急剧下滑 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据统计,德军在战场上损失的男性 大约有1500万人 可以说是整个德国的成年男性全部战死了 战后,一名记者前往德国 发现路上到处都是劳苦的女性 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男人 而且许多德国人四处逃难 吃不饱,穿不暖,又死去了不少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女人只能挺身而出 为战后德国的重建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9号档案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砸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重建